最後還是選 經濟部官員仔細說明 軟體園區的規劃進度 中部軟體園區預計這個月中動工 但鄰近的公園街 與泉水巷的聯絡道路 都還沒有打通 讓居民擔心一旦開工 當地的出入會成為問題 這個陸路的八通 跟蘇豪北端 這個公園街跟泉水巷 還有這個龍山路沿山的部門 不要往後做成功 大家都有修理在那裡 只要我們在那裡修海 我希望是說我真的有太少的來源 真的是可以帶動我們的 照業營帶動我們附近的 我們這裡的房地 帶動我們附近的經濟利益 這樣這開來才有問題 不僅是鄰近交通動線讓人憂心 地方也擔心軟體園區一旦營運 恐怕會帶來環境污染 對此經濟部官員則表示 未來這裡將是從事研發設計 與文創產業的辦公大樓 因此並不會有污染的問題 那個3D動畫電影就是 喬豬豬馬豬你知道嗎 星際大戰這張 這就是由阿丹麥 在下壓軟體動畫 遊戲像現在 這網路線上的遊戲 還是遊戲機 Sony那個 PlayStation這個 還是運體感遊戲 還是圍繞 Xbox360的 一種遊戲機 中部軟體園區動工在即 經濟部官員希望透過 進度說明會跟地方溝通 也信心滿滿的希望將 舊燕業試驗所搖身一遍 打造成不亞於南港與高雄的軟體園區 為地方帶來正面的效益 接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